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港區國安法的實施 在日本也引來了巨大的迴響 在昨天 日本政界還成立了一個 叫做對華政策國會議員聯盟 成員就是來自跨黨派的日本國會議員 這個聯盟一成立第一天 馬上就公佈了一份 打算提交去日本國會的人權法草案 這條草案的傳名叫做 日本處理具體侵犯人權行為法律概要 草案中指列明了 專門用作處理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法的行為 和日本不能忽視的其他侵犯人權行為 換言之 這條人權法的草案 它的對象就是用作制裁那些在日本國外侵害人權的人士 這條人權法的具體操作辦法是怎樣的呢 根據草案的規定 如果日本政界懷疑發生了一些具體的侵犯人權問題 日本國會便可以要求內閣對於這些侵犯人權問題狀況進行調查 並且在規定的時間內向日本國會報告調查結果 若然調查結果出現了為問題是屬實的話 那有甚麼具體應對措施呢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尾的了 第一 就是凍結那些被制裁人士在日本的資產 包括限制付款和資產交易 第二 就是對於被制裁的國家或地區進行進出口的限制 第三 就是對於被制裁的人士實施拒絕入境和遞屆出境的措施 所以那些被制裁的人士 將來很有可能沒有辦法進入日本境內旅遊 相比其他國家對於被制裁的人士實施入境限制 日本的這項措施 對於那些來自香港的被制裁人士的影響尤其深遠 因為日本就是香港人的熱門旅遊地點之一 若然說不能去日本旅遊 就是一個嚴重的大損失 至於那些被制裁人士的家屬 會否同樣受到牽連呢 暫時看這條人權法的草案 裏面並沒有提及到 當然這條只不過是草案 還未提交到國會那裏 若然提交到國會的時候 會否有議員作出修訂呢 還是未知之數 日本的這條人權法草案 其實跟美國國會較早之前通過的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和《香港自治法》 裏面某些條款都頗具有些類似之處 比如說這些法案他們所針對的制裁對象 都是在香港侵害人權的人士 又或者是他們所實施的制裁條款 都是凍結資產和限制入境 所以日本這條人權法 一旦在日本國會通過以後 會否又對其他國家造成一個示範作用 就是使其他國家相應來跟隨 這個可能性不能排除 因為即使現在日本政界所提出的人權法草案 都某程度上可以視之為 是美國國會較早前通過了兩條涉及香港法案的骨牌效應 為什麼日本政界似乎現在對中國的態度 比起以往強硬了不少呢 根據英國衛報的報道 原來五眼聯盟有意將日本納入成為其中一個成員國 衛報引述了一名英國下議員的消息指出 說他正在國際上致力於等西方和中國脫歐 據他所說 日本加入五眼聯盟的提案 是由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 上星期在英國保守黨議員成立的 中國研究小組研討會上提出 河野太郎當時警告 說中國現在經濟成長到一定的階段 開始有能力收購外國科技公司 日本必須緊密關注 並且與英國等國家建立科技合作關係 共同投資和鼓勵人民 研究一些必要的高科技技術 一起對抗中國 有部分英國下議員提出 想將五眼聯盟由純粹的情報機關 轉變成為集合政治和經濟聯盟 使成員國之間發展出戰略經濟夥伴關係 以便匯集稀土和醫療資源等等的關鍵戰略儲備 同時亦可以共享重要的戰略資源 減少對中國稀土的依賴 他們還說這個計劃會在近期公佈 當然究竟這個消息是否屬實 我們便可以拭目以待 一旦五眼聯盟真的將日本立入為成員國 而且由純粹的情報組織 轉變成為一個集合政治和經濟於一身的聯盟 這個聯盟的前途可以說是無可限量的 因為你只看那六個成員國當中 有四個國家是全球排名十大經濟體以內的國家 美國就是排第一位 日本的GDP就是全球第三位 英國就是排第七位 加拿大就是排第十位 全球十大經濟體當中 這個六眼聯盟已經佔了四個國家 而且澳洲也不弱 澳洲就是排名全球第十三位 當然紐西蘭就是排後一點 因為它沒有辦法 它的人口比較少 經濟產值比較低 但是五眼聯盟的組成其實就是有它的歷史淵源 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這五個國家都是和英國有一個歷史上深厚的關係 他們組成一個聯盟就是共享情報 如果現在將日本立入成為成員國 可以說是世事如期 因為當時日本和五眼聯盟是敵對關係 想不到走到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年代 日本有機會被立入成為五眼聯盟的成員國 當然現在他們走得一起化敵為友 就是因為有了一個新的共同敵人 就是中國 至於在日本國內 似乎政界真的頻頻對中國出招 除了成立了一個對華政策的國會議員聯盟 提出了人權法草案以外 原來執政自民黨本身在星期二的時候 也通過了一個建議 說要對於那些來自中國的手機應用程式 是有所限制的 日本自民黨在星期二開會的時候 通過了一項建議 就是認為日本政府應該限制使用 中國開發的手機應用程式 他們特別是點名了抖音 他們認為如果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 在敏感的資訊安全問題上 沒有一個明確和清晰的政策 很有可能會被排除在歐美的研究 和人才交流計劃之外 導致日本和這些國家沒有辦法再合作 自民黨還希望日本政府可以建立一個安全檢查程序 保護敏感的技術和訊息 以及要求日本政府不要公開軍用科技的專利申請 實際上日本自民黨提出要限制 中國開發的抖音手機apps 並不是沒有先例可緩 英國和美國的政界 早已提出相關討論 他們要限制抖音 有幾個重要的原因 除了他們提出官方的原因以外 首先第一件事 他們要倒截這些手機應用程式 對於用戶大數據的收集 因為其實這些apps 收集用戶的數據 就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無論是西方國家開發的也好 中國開發的也好 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在WhatsApp和別人聊天的時候 談及到對於某些產品有興趣 分分鐘當你再打開Facebook或Instagram的時候 社交平台就會彈一些廣告出來 這個廣告所售賣的產品 黑口就是你提及過有興趣的產品 這裏背後當然是牽涉到大數據的收集 若這些數據的收集 是用於商業用途的話 就無可厚非 但如果是用於其他用途 可能會牽涉到安全的問題 好了 現在它限制抖音這個apps 除了倒截這些大數據的收集以外 其實也要阻止中國的軟實力的增長 以及通過手機apps實施的文化入侵 因為這些抖音 尤其是在年輕人的群體 是特別受到歡迎的 比如說在日本這樣 抖音就有超過一千萬的用戶使用 對比起日本的人口 你說只有百分之十 但它集中在年輕群體 這個文化入侵是非常厲害的 而且在關鍵的時刻 為這些手機應用程式 是可以發揮關鍵作用的 比如說美國 特朗普的造勢大會 正正就是抖音的用戶 他們不斷來拿飛 拿完之後 集體放飛機不出席 搞到好像 造勢大會場面冷冷清清 故此日本自民黨提出要限制抖音 不是說沒有道理 而且暫於日本的文化角度而言 根本上這些抖音 就是低檔似的手機短片平台 完全跟日本的優雅文化格格不入 若然這些手機apps大行其道 根本上對於國家的文化有所影響 搞到國家的青年變得非常融族 所以你說禁止了它 根本上對於日本是沒有損失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